大坝边坡的四区抛石层,在挖钩机的整坡后,呈现出整齐美观的景象。 岛水隧道于民国82年7月6日,在进口端放下最后一扇六顿重的挡水炸板后,正式封堵,水库即开始蓄水。 南化水库取排水工程,包括了进水口结构,输水管路,闸阀室等。 取排水鞋塔开挖完成后,在边坡上挂网喷香,以达边坡保护作用。 在水平斜角30度取排水鞋塔梯形槽的正下方,开地一条直径3.4公尺的输水隧道。 隧道全长505.5公尺,隧道的开挖踩新二工法施工,紧钻孔装药然后开炸。 开炸后,利用小型装载机出炸。 出水隧道的盐盘,如属于第三或第四类盐盘,在开挖后,需架设钢支堡,挂网,喷浆,打设盐钉以保护盐盘。 制作完成的钢衬管运到工地,利用钢轨台车徐徐运入隧道内安装,焊接固定,再分段胶制背田混凝土。 接着安装进水口渐变段钢衬管及中型口钢衬。 出水隧道贯通后,由连接进口钢衬段起阻力钢筋,装活动钢膜,焦制混凝土。 混凝土称气段完成后,即装设出水口钢衬管及分旗管,再分段焦制背田混凝土。 取水鞋塔,因为泼面呈30度仰角,工作人员除了具备高水准施工技术外,也要注意安全,更需具备胆势。 在陡峻狭小的空间,排扎钢筋,阻力模板,焦制混凝土,工作非常辛苦。 取水鞋塔配合结构物分段完成,逐步安装蓝屋榨。 由空中鸟看,可看到南化水库已经涂水,但是工作人员继续全心全力改工,以便早日完成取水鞋塔最后阶段的工作。 先组装防水及阻水闸门门体支撑梁,在安装吊门机组后,正式试车吊放门体。 出水口闸滑式设备安装完成后,开始做出水口闸滑式设备。 闸滑式及河本滑放水试验。 水库运转式装有水工机械支自动化监控系统,全天候显示各项相关数据。 南化水库易红道工程,于民国79年12月开工。 首先进行测量定线,然后清除杂草树木,并使用推土机剥除表土,再用钻研机钻孔装药开炸。 盐石明蛙钻石明蛙采阶梯铷锻炸开挖工法,并将开炸后的盐石榨料运至材料储存厂处理后,提供作为大坝田竹之锅。 三驅材料用 开挖完成的边坡 立即挂网喷浆 以保护棉盘 一红道明渠段 开挖完成后 随即进行结构物的混凝土交织 由于结构物断面的不同 一红道一流渠道结构物 可分为U形文艳 T形明渠 矩形明渠 互斗及落水池等五种 由于混凝土粗骨材 最大力竞为四英寸 及现场攀度为两英寸 因此混凝土振动机 需用直径五英寸 转速达七千转以上之 首提气势振动机 使混凝土的振动 能够达到预期的致密效果 为了充分供应 一红道施工 所需大力竞低滩度混凝土 容工处设立一座 每小时可生产九十立方公尺的 青铜式半河厂 令设有冷却水厂一座 供给半河用冷水 并以全自动配料生产控制品质 结构物施工 除了底板基础 使用传统的木质模板外 其余部分均使用钢模 由于断面的不同 本处共用三种钢模 包括平面钢模 可调式钢模 及硬体用之曲线钢模三种 因硬体曲线三轴均有变化 而且半径小 因此施工时难度非常高 但在工程人员的努力之下 不断地力求改进 终于使着难度最高的工作 有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现场混凝土的品质 在业主的严格管制 及检验下 均能达到规范的要求 当中有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翼虹道桥梁跨距71公尺 是一座悬吊式钢筋混凝土玉立拱桥 也是南化水库的一项特色 与幽形翼流燕及大坝的弧线 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 互斗段由于坡度斗 钢筋模板及混凝土施工均非常困难 为了克服施工困难 在不同高层开辟施工便道 以便运送混凝土及施工材料 翼虹道的最下游是落水池 由于未处低洼 为避免好雨造成施工上的困难 因此必须在雨季前完成 落水池蓄水面积达7000平方公尺 池深15公尺 翼虹道排放的洪水由互斗抛弃 消能后落入落水池 和取排水排出的水 在落水池减速消能后 再流入下游的厚枯膝 翼虹道主体工程的U型燕体 桥梁 宁渠段 户斗段及落水池 经过三年多的施工终于完工了 工程品质及施工管理 再次获得业主的肯定及赞赏 南化水库工程 在水利局 自来水公司 南化水库工程技术指导小组 美国肯务局 中兴工程顾问社等单位之指导 及全体荣民员工的努力下 历时四年的艰苦施工终于完工了